这种东西是很多 但是我们容易受到过去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概念 把我们空架注入 就是说我是谁 我就只能做哪些事情 而不是只有我应该做哪些事情 而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好玩的 框架就是 当我自己认为我该做这些事情 其实我做了之后 代表其他事情就不是我的责任 就像老师昨天讲到了 很多人就变成是说 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回家就其他事情就不是我的事情了 对不对 那太太就认为是说 你这个先生你到外面回来 那你回来帮忙家里 是不是我家里忙了一整天了 就在带小孩 然后要准备一些课议的辅导 然后还有在乎你父母 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干 我自己可能还要班要上 那你回来你是不是给我帮帮手啊 对不对 那很多先生就会变成 陷入一个框架 那就是我们一个文化的框架 就变成是说 这是你的责任 因为你是妈妈 你是妻子 你本来就该做这件事情 我是男人 我就在外面去奋斗 奋斗完了之后 我回到家 那就不是我的事情 This is not my business 那不是我的一个区域范围之内的 那既然是我区域范围之内 我做代表我爱你 我疼你 但是你要感谢我 那么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回到家 去做处理家务的时候 就变成是我对这个家庭的额外付出 所以说妻子你应该感谢我 你不但要感谢我在外面奋斗 要把钱回来养家 而且你要感谢我 我愿意帮你扫个地 我愿意帮你刷个碗 就是我还愿意帮你抱一下小孩 那小孩是个男生性的 万一把你帮个小孩 那就变成奇怪 为什么 为什么你做出你自己家庭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变成它是额外的付出 因为你心里受限了 你心里受限了 那么你就会觉得是说 公平跟不公平之间 你就有得失的考量 就得失的考量 对不对 算命 forest 算命